大家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已经来到了2024年 过去的一年是欢笑是无奈是意气风发还是郁郁不得知 都已经成为了过去 新的一年刘白在这里祝大家事事顺遂身体健康 生活事业都如意人人都买ROG 同时刘白的首次抽奖活动也将在这个月的3号开奖 回馈粉丝的是一台13400F加上4070Ti的纯白海景房整机 加上二等奖和三等奖总价值超过了15000 像咱们这种小up主就这几万粉丝也没有全部都参与 所以中奖的概率还是很高的 马上就可以开奖了 大家可以去看我的置顶动态 动态里边这个小蓝色的字体点开之后 就可以看到奖品和开奖时间 今天又到了刘白电脑每个月的配置推荐了 本期视频推荐了从1800到50000共21套配置 配置都不宣传技嘉的产品 每套配置的关键硬件 CPU和显卡都有对应的性能天梯图 比如说本套配置采用的是14700KF加4090的组合 那么就会有以14700KF为单位百分比 和同类型产品做的性能对比 同时给出了每套配置可以驾驭的游戏 以及生产力软件作为参考标准 好让大家更好的理解 没有心仪的配置的可以在视频的下方 或者评论区一键跳转到刘白的淘宝店 直接联系客服 让他给你搭配一套属于你自己心仪的配置 按照惯例呢 我们先说一下本月的行情 处理器呢 是大幅度的降价 高端的14900K这样的处理器 降幅超过了200 原因呢 就是双十一人为大厨以后呢 装机量减少 而英特尔这种大公司呢 产量的变顿不大 供大于求正常的降价 主本的价格呢 基本问题没有太大的变动 内存和固态持续的上涨 相比于最低的时候 涨幅超过了30% 原因呢 是前一段时间国产存储的崛起 价格杀到了触底 把曾经的国外的存储厂家 干到腐软 到现在呢 就是年底做做利润 机电三的价格正常 没有什么的太大的变动 最可聊的就是显卡了 曾经呢 我们贷买15000多的4090火神OC 我说过 我认为4090火神这张显卡 是颜值最高的一张卡 如今 我们依然贷买15000多的4090火神OC 中间有一段时间 不是炒到了三万五万吗 那些高价囤卡的黄牛 你们还好吗 今年能过个好年吗 天台的风冷不冷呢 你不是欺负的 我是人吗 4090的价格呢 是全面回落 原因呢 它本来就不应该涨那么多吗 专业卡限制之后呢 一部分专业卡的用户 会退而求其次的去选择4090 价格小涨的情况下 通过产量就可以拉回来 但是 曾经的矿潮 爽了太多的人了 光想再来一波涨价 想过一过 躺着就能挣钱的日子 所以中间有一段时间呢 就涨得非常高 现在呢 卡黄4090都已经降价了 跟着其他的显卡 也有一定程度的降价 还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有很多人看了英伟达的新显卡 Super系列 发私信问我会不会更划算 我想给大家说的是 你们是不认识老黄吗 是没有感受过老黄的刀法吗 放心 新显卡出来之后 它性能强多少 价格就会贵多少 刀刀割得精准 我们根本捡不到老黄的漏 OK 行情就这么多 开始我们的配置推荐 第一套 5600G的核显主机 日常的办公影音娱乐 腾讯的全家桶 中画质的CS-GO 都是可以完美运行的 主板搭配的是 微星的A520M-A 4家二项供电 玉三家里边最便宜的主板 主打一个性能稳定 内存选择的是 金百达3600的银爵 8×2组组双冬套 更高的内存频率 可以更好地发挥 5600G的核显性能 固态给大家换成了 国产的新品牌 腾尹TP3000 读取3600写入2700 PCIe 3.0的旗舰固态 同样的是长程的TLC颗粒 连云的主控 趁着这个固态涨价之际 同样的品质 一个新品牌通过低价 供取一下市场份额 性能还是很优秀的 同样提供了五年之宝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机箱就是普通的版源机箱 爱国者的V13 板材包装质量都可以 透气性强 这里机箱只是给大家做个推荐 由于每个人的审美是不同的 要求装出来的效果也是不同的 这个可以根据大家自己的喜好 去进行更换 整机的功耗不高 选择的电源是 九州风神的PF400 我定400瓦 以兰代工80PLUS白牌认证 支持宽幅电压主动的PFC 目前低功率电源里边 质量稳定 价格比较合适的 第二套配置就是 轻度3A 独显入门配置 GPU给大家选择是 英特尔12代i3 12-100F 四核八线程 莫妙权 比10代的i5还要强 属于性能小钢炮 显卡选用的是6500XT 目前千元价位最强的显卡 1080P 90%的游戏都可以唱完 吃机丝滑的140帧左右 大家注意一下 这张A卡搭配的 都是英特尔的12-160 主要是这张显卡 只能在PCAE4.0的通道下 才能发挥全部的性能 目前的话 这是一个标准搭配 主板给大家搭配的是 微星的H610M-E 也是预算价里边 最便宜的主板 主大一个稳定购用 散热 天积风的910 它是亚军的平铁 但是比亚军便宜个几块钱 几块钱也是钱的 由于英特尔不带Gate处理器 它是锁SA电压的 所以内存选择了 金百达的黑局 8×2组成一个双通道 黑色的马甲条 两条只需要100多 其他的配件只是套 第三套是一套3A配置 CPU是5600 它的综合游戏性能 和12400不相上下 不锁SA电压 内存频率轻松到3600 对FPS和部分网游 是非常友好 显卡换成了 华硕的雪豹6600 传统性能的 对标3060的12G 在1080P分辨率下 99%的游戏 都是可以畅玩的 显卡增加之后 电源升级为了600W 整套配置的性能 对标12400F 加上4060 性价比还是蛮高的 再加一点预算 显卡可以换成6650XT 这张显卡是可以确定无矿的 传统性能超过了3660 12G 性价比很高 缺点就是A卡在生产力方面的欠缺 只适用于打游戏的用户 第五套也只是换了显卡 换成了AMD刚出的6750GIE 传统性能是跟4060T差不多的 价格跟现在的4060差不多 这张卡可以在2K的分辨率下 却玩99%的游戏 缺点还是A卡的生态问题 对于游戏用户来说 性价比很高 第六套配置 如果你对生产力有要求 需要N卡的生态 或者说你就是不喜欢A卡 想要稳定一些 那就来到了正儿八经的 12400F加上4060的组合 主板搭配的是华硕的 H610 AUY 相比于H610M-A 散热盔甲更好更漂亮 同样的支持ARGB的神光头部 内存给大家换成了32G的套条 更大的内存 后期不会因为内存卡瓶镜 延长电脑的使用寿命 固态换成了腾引的TP4000 Pro 联云1602的主控 长江TLC X3-9070的颗粒 这个颗粒是232层的 国产优质颗粒 读取来到了7500写入6700 标准的PCAE4.0的旗舰速度 显卡换成了索态的4060毁灭者 40系的显卡功耗优化的不错 这种甜品级的显卡 不用担心散热 哪个便宜就选哪个 性能接近于3060Ti 1080P肯定通吃 支持大力水手3.0 开启之后2K也可以畅玩大部分游戏 只是相比于A卡 性价比却是没有那么高 第七套配置还是单纯的 为游戏党准备的A卡配置 显卡换成了6750XT 传统性能对标3070 2K轻松无压力 功耗增加的电源也增加到了 全汉的650W通排电源 质量稳定价格便宜 内存这里做了升级 选择了32G的套条 固态也换成了1T的 可以储存更多的学习资料 第八套配置是在第六套的配置基础上 显卡升级为了4060Ti 相对于6750 功耗更低 生产力更强 同时只是大力水手3.0 整套配置属于当下的一个标准配置 当然如果你对外观有要求 可以增加一些颜值 机箱我们这里换成了 最小的无力珠海景旁 加上8把ARGB的风扇 我这里选择的是棱镜4 由于棱镜是公模风扇 给大家挑选出来的是质量好一点的28一把 同时风冷上的风扇也换一下 这样灯珠比较统一 风扇比较多 为了避免主板上的接口供电不足 加了留白的定制灯光极限器 作用是跟灯光的控制盒一样 做成线材它方便 装机和走线而且更便宜一点 这样搭配一下感觉挠一下就出来 预算再增加 显卡可以升级为7700XT 传统性能相当于4070 对于游戏党用户来说性价比非常的高 但是这里提醒一下大家 就在我们拍摄前夕 这张显卡在PCC是有百亿补贴的 价格比较低 如果你自行购买了建议你去CC去购买 如果你想要带买整机 可以不要显卡 毕竟这个东西哪里便宜选哪里 我们带买配件的时候 我们A卡的拿货渠道比较弱 而且A卡的销量不高 我们也不囤货 所以没有量大加优的优势 而且我们要做整机售后 所以我们不能去外地串货 要不然配件一旦出现问题 影响客户体验 这里就不展开讲了 这个视频主要给大家说一下 是怎么搭配的 第11套配置 显卡就换成了4070 这里在兼顾了游戏和生产力的同时 加了颜值 做成了一套纯白的海景房 风扇的价格都已经添加上去了 内存也换成了光微天侧 白色款 质量稳定 性价比高 显卡采用的是迎通花架 颜值在线 价格比较便宜 40系的显卡功耗优化的都不错 不用担心不同的品牌 它的散热会不会有影响 芯片都是尹伟达的 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第12套配置 我们升级了版游 显卡换成了4060Ti 16G的版本 朱利奇换成了13代的13400F 十核16线程 不管是游戏还是生产力 性能都能够驾驭 搭配的主板是微星的760爆破弹 一线大牌质量稳定 搬载了WiFi6亿 第5的版本了 搭配的内存是光微天侧 6000频率C30时序32G的套条 长青颗粒质量稳定 由于显卡的长度 即将给大家换成了爱国的TL2 板材非常的扎实 透气性强 但是要注意这个不是侧透的 它的侧边面板是金属的搭空板 最后就是显卡 这里为什么选择一张4060Ti 16G的版本 我一直觉得这张显卡就是垃圾 但是最近很多的AI需求的用户 选择这张显卡 所以这套配置只针对于 有AI需求的客户 对于普通用户以及游戏用户 完全没有性价比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自行选择 第13套配置的处理器 是AMD的热门处理机 7500F G500F从天梯图上来看 性能是比较弱的 不过得益于G500的Zen 4架构 有了更大的3D缓存和频率 在游戏方面是可以抗衡13600KF的 千元价位很香了 搭配的主板是华硕的 A620M-AUI 自带WiFi6 这块主板真的不能说盖了 显卡推荐大家上RX7800XT 传统性能高于4070 是6800XT的替代 内存也来到了第五 推荐的是光微天测的6000频率 32G的套条 AMD的处理器 没有必要去上高频内存 6000足以 电源换成了金牌全模组 一般A卡的 我都喜欢用一些好的配件 选择的是安耐美的G750 台系电容 全强LLC DC2DC的架构 五年至宝 首年换新 价格不贵 同时呢 机箱风扇也全部加上 组好风道 提供良好的散热 保证整机的稳定 预算在增加呢 也只是升级了显卡 换成了AMD的7900加益 这张显卡已经出来一段时间了 现在的价格还算是合适 AMD的新品嘛 都是要等一等再入手 显卡的传统性能呢 是高于4070 略低于4070Ti 对于游戏用户来说 还是很香的 同样呢 还是生产力方面有所欠缺 这里的显卡呢 也可以对应的换成7900XT 也可以后边的我7800X3D 和7900XTX的组合 把显卡也换成7900XT 因为CPU和显卡的组合 每个人的需求不同 大家根据自己的预算 和自己的需求来进行搭配 预算再往上加呢 我们把处理器升级为 134900F 中国特供小黑盒 搭配一个纯白的海景房 主板选择了华硕的766AOI 版载Wi-Fi 提升一下使用体验 一线大牌质量稳定 支持ARGB的神光头部 自定义调节机箱灯光 电源对应的也换成了白色 加满机箱风扇 显卡搭配的是更生的踏雪 白色的 颜值在线 老牌的AIC不用去担心质量 但是这里要提醒一下大家 显卡目前的长度是315 机箱显卡现场是320 能不能装得进去 理论上是可以的 但是大部分用户 没有动手能力的是 很难装进去的 特别是你用了这个 风冷塔式散热 显卡需要倾斜着放进机箱 像这种鱼量特别小的 真的不好装 大家自己搭配的时候 注意一下 同样13400F搭配4070Ti 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只是这里就不再举例了 第16套配置 就来到了13600KF 加上4070Ti的标准组合 性价比搭配 主板选择是微星的排击炮 搬载了WiFi6E 12加1加1响供电 三个M.2的插槽 带个13600KF是非常香的 但是要注意一下 微星的第一代排击炮 现在应该是缺后的状态 因为停产了 可以换成排击炮二代 由于处理器的功耗增加 散热换成了利民的大双塔 风冷的散热搭配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机箱的散热器限高 这套配置中规中矩 其他的配件 在之前的配置里边 也详细介绍过参数 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第17套配置 是13600KF加上4070Ti 纯白的颜值海景防搭配 主板这里选择了 微星最新的760刀锋钛 这块出版出来的时候 就是为了干小吹鞋 12加1加1项75万的供电池 吊打小吹鞋的 散热盔甲带有微星的logo 颜值我个人觉得是比小吹鞋要好看 三个M.2的接口都带散热盔甲 第一个还是缅螺丝的设计 散热选用的是 亚军的EA5 SE 360一体式水冷 白色的版本 这款水冷主要优势就是便宜 而且亚军的售后是比较好的 电源升级成为了新卷王 利民的金牌全标组 这里大家注意一下 白色的电源是比黑色的要贵一些的 机箱选用的是微星的新款的海景堂 价格不贵 质量的比同级别要好一些 搭配完机箱风扇 这个颜值是没得说的 显卡给大家用的是 更生的星际换机 炫彩外观 颜值在线 这里只是用这张显卡 给大家举个例子 有喜欢其他的白色显卡的 也可以考虑 接下来这套配置呢 是双A的游戏天花板配置 处理器呢 AMD7800X3D 游戏性能呢 可以跟14900K拼一拼 不过多数能力不强 纯粹是游戏用户的神游 搭配的主板呢 是微星的650排挤炮 如果你有更多的拓展需求 可以去选择670 目前这块主板 带这块处理器 还是绰绰有余的 散热选择了 九州风神的冰秘方 树显板 价格不贵 但是九州风神的颜值 做的是相当好的 内存呢 选择的是红旗的炫光星件 特挑颗粒 优秀的散热盔甲 质量稳定 缺点呢 就是先贵一些 固态呢 从这里开始呢 也给大家升级为了2T 选用的是红旗的GM7 连云1602的主控 速度呢 也是PCAE4.0的旗舰速度 但是这里要提醒一下大家啊 这块固态之所以这么潜意 是因为它的颗粒稍微差一点 不过它同样提供了五年质保 这个问题不大 显卡选用的是 汉逊的7900XTX暗飞权 超强的供电 提供了超频按钮 24G的大显存 价格也算合适 搭配的机箱呢 选择的是爱国者的新款机箱 新灿蓝 镜面黑色的 就是它的侧透玻璃呢 做的是一个镜面的设计 四透飞透 装出来的颜值还是非常高的 同样呢 是加满了风扇 足好风道 这一套呢 可以说是游戏用户 天花板的配置 接下来的两套配置呢 选用了14代提升最大的14700KF 搭配4080 一套纯黑 一套纯白 纯黑的搭配呢 主板选择的是 微星的第二代Gaming 14加1加1项供电 带个14700KF是没有问题的 4个M.2的插槽 都带散热盔甲 散热选用的是 鲜马的XW360 鲜马呢 率先开启了 水冷不加风扇的线力 方便用户在搭配整机的时候 由于风扇的灯部不匹配 导致不好看的问题 它直接就不上风扇了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 对应的去选择风扇 那次呢 是光威的神测 6400P率32D的套条 海力是A代的颗粒 马甲质感和灯光效果 都算一流 电源选择是行家的K850 原生支持ATX3.0 提供了五年质宝 首年换新 机箱呢 给大家换成了鲜马的探影 鲜马大境界的平体 颜值基本一样 但是价格便宜一点 加满RGB风扇之后 装出来的效果也是非常nice的 显卡呢 选用的是 更生的4080作为参考 由于4090在这个月 价格触底之后呢 销量增加了 价格有一定的小涨 跟着呢 4080的价格也有一定的浮动 需要的话 联系客服 获取当天的价格 其实大家放心 涨台也涨不了多少钱 那第21套呢 相对于黑色的配置 白色的就要贵一些 主板选用的是 微星的790-MMAX 第二代的790 板载了WiFi7 纯白的马甲 16加1加1响供电 跑满个14900K都没有问题 内存选择呢 也是光微的新品 神测 6800频率32G的套条 海力士套条A代 颜值质量都在线 电源的对应也换成了白色 机箱选用的是 性价比比较高的海景房 行家的770S 无力柱的设计 加满了RGB风扇 颜值在线 显卡这里用七彩虹的 Ultra作为参考 接下来这一套呢 就是一套4090的搭配 这里选择了白色的火神 做一个搭配案例 因为在这个价位 客户的要求也是五花八门的 我们的配置呢 仅供参考 老粉都知道 刘白是不做标准配置的 都是根据大家的要求 自定于配置 平时呢 我们有很多的上电视视频 大家已经购买过的配置 可以参考一下 本套配置呢 这里选择的还是14700KF 其他的配件是套娃 之前详细介绍过参数 电源这里换成了 扩冷之尊的NME 1050W金牌全部组的电源 全日系电容 全枪RL系 DC2TC 高端电源的标准架构 同时它提供了 十年之万不休的质保 可以说是相当给力了 显卡的价格 大家参考一下 12月份我们给客户 带装机的时候 有个四台火神OC吧 还有两台白色的火神OC 价格都是非常合适的 目前的话 价格有一定的反弹 需要的话可以联系客户 咨询一下当天的价格 当然呢 还有最后一套 无法无天的配置 北极给大家带来的 是4090 骇客的ROG全架桶 这张骇客当时不是要 万块钱吗 不是一直都很硬气吗 怎么现在也就两万多了吧 其他的配件呢 就是ROG本机 也没有什么好介绍的 处理器呢 是桌面最强的 14900K 盒装 搭配的主板呢 是华硕的新APEX 而且是一个黑色的版本 恐怖的供电 超强的拓展 这种无法无天的配置 大家就是参考一下 OK 本期的配置推荐呢 就给大家 说到这里 记得抽奖啊